开票日夜晚 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仿佛成了人民英雄 开票后在现身 脸书直播谈的依旧是经济 经济这个词绝对市场九合一大雪的关键字 韩国瑜跟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电话热线 拼招商打破两岸对垒围墙 这条道路似乎看见曙光 站在高雄市民的立场 任何要到高雄市来投资的话都欢迎 但是不希望说开的是空投支票 大方向我非常非常赞成 可以实现它的证件 也就是或出去人进得来 让台湾或者是高雄市 可以发展相关的经济 韩国瑜选前让人熟知的证件 就是东西卖得出人进得来 高雄发大财 也希望借由九儿共事 吸引陆客观光 重点来了靠九儿共事 这块两岸的敲门砖 凭经济有用吗 单靠农产品的销售跟观光客的话 整体高雄的经济还是无法拉抬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有更多的制造业 能够进驻高雄 美中贸易战之下本来就有台商会回流 而高雄又是目前台湾算是土地比较 土地比较供给还算供应还算可以 只是看它怎么样去掌握这一波的商机 美中贸易战让台商苦不堪言 回流台湾正好高雄可以借由机会 产业转型 这场选举统独主张跟意识形态 被选民丢到一旁 不管一瓶矿泉水的坚持 能不能让韩国瑜冲破两岸僵局 至少可以看出不分蓝绿 赚钱才是百姓最大的期待 欢迎新闻四红杰陈叔们台北报道